古老的长山战谷在长乐门前又一次敲响 群雄逐鹿荆科铁马的年代里 这是燕照战场上的冲锋号令 万马奔腾般的古典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 创下不朽工业 如今刀光剑影早已暗淡 古脚争鸣也早已远去 长山战谷却保留了下来 成为老街上最盛大的民俗仪式 也成为镇定古城真正安定的灵魂节拍 激昂高亢的战古声 仿佛穿越了历史的时空 在老街上久久地回响 让每一个听到他的人 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燕照大地上那份曾经的豪迈和激情 这古声在镇定老街上从来没有中断过 他诉说着无数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 也催生出了许多新时代的传奇 镇定古城位于太行山东路 湖陀河北岸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镇定古城真定 曾为汉代长山郡郡制所在 三国名将长山赵子龙就出生于此 历史上于北京保定 并称为北方三雄镇 古城的雄心与格局 体现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上 从隋唐开始 一栋栋微额的高楼古寺 一座座宏伟的庙与殿堂 在古城中拔地而起 开源寺历史文化街区 由此形成 如今的正地 有着九楼四塔八大寺 二十四座金牌坊的说法 杨河楼的城门高大雄伟 龙兴寺的楼宇巧夺天宫 天宁寺的宝塔构造精妙 一片只有3.6平方公里的街区 汇聚了九处国家级保护文物 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有 我们有这么多的文物古籍 现在呢 对我们都免费开放 历史成价 在上这么多的贵宝 我们在这条街上 住的感到非常自豪 千年文化的熏染 让正定人 有了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 古老的石碑前 总有人在临摹描醒 广场空地上 人们习武强身 亭台楼阁间 一壶茶 一盘旗 古老的兵法战阵 都赴笑谈中 老街的商贩们 安逸地守在店铺里 买卖游人不急不躁 古老的街巷深处 当地人的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老街居民的院落 大多被古建筑群环绕 忙碌生活中 每一次不经意地转身 都能与一段历史相应 隋碑 唐塔 宋慈 原庙 伴随着老街人 走过千年时光 交织成一曲 史诗般的乐章 这一路起来啊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 却途经了三座千年古寺 正定老街 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战火 却依然完整地保存着 从隋唐以来九个朝代的古建筑群 被称作是九朝福断带 就连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到这样的景致都是大为震撼 称之为是中国古建艺术网路 作为九省通渠的要塞 正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战国征雄到汉室平叛 从五湖乱华到安史之乱 从辽宋金元的南北纷争 到中国近代的抗日战争 古城历经了数次涅槃与重生 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传说 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是郑顶人最敬重的英雄 就是在这里他练就了一身毫无武艺 于乱世之中闯出了赫赫威名 东汉末年朝局动荡 匪幻四起 正定也遭遇了异常恶战 当时敌人来势汹汹 守成武将南党贼兵攻势 眼看城市就要失守 年轻的赵子龙在紧急关头 挺枪而出 杀入万军丛中 把匪首挑落马下 见头领毙命 匪徒四散而逃 正定成得以保全 百姓免遭劫难 这就是他代表了燕赵的这种狭干义的忠义 这种之气 见到人民受难他必须要冲上去 还为人民解难 从那以后赵子龙组织了一支义军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护佑正定人度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 后来他投入刘备麾下 一生忠心耿耿 立下赫赫战功 不仅成就了长盛将军的威名 也成为中国人心中中意的楷模 赵云是正定人们的骄傲 正定人们为赵云一共 前后四次修建 甲赐甲庙 这是正定人们对赵云的一种崇拜 敬仰之心 中国人自古崇尚英雄 老街北面的赵云庙 虽然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 但人们总会不遗余力地 把庙重建起来 堂开忠义的精神 也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时至今日 常山赵子龙仍是正定古城的 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人们建起了子龙大桥 子龙广场 就连老街上最富盛名的美食 也与他有关 相传 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 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 犒劳将士 跟随他的士兵 结甲归田后 把这种菜肴的做法带回家乡 并不断改进 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正定八大碗 每当节庆 左离右舍亲朋好友相聚 代表胜利的八大碗 就是最隆重的待客宴席 风火连天的岁月 从未磨灭老街人的优雅 诗画笔墨的芬芳 一直在巷弄中飘荡 当地人极爱书法艺术 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都喜欢写上几笔 悠悠文脉 便在这茶香墨韵中 绵延千年 武能上马定乾坤 文能提笔安天下 在老街啊 不仅有像赵云一样 慷慨忠义的将军 也走出了很多 有风骨有气节的文人 走在老街上啊 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当地人 在写地书 他们最喜欢写的是 颜真卿的纪直文稿 纪直文稿 与东晋王羲之的蓝亭旭 北宋苏氏的黄州韩石帖 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 他写出了中国书法 五千年来的风采 更记录了一段 发生在正定老街上的 悲壮往事 唐代安史之乱 叛将史思明领兵攻打正定 当时守城的唐军 只有不到一万人 而叛军却多达三十万 据守正定城的 严岛清严济明父子 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 但敌人的围困 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 老百姓 自发起来 平时你是耕种 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 整个正定城里边 所有的撞见人全都是二难 命折不弯 正定人从来都是一副 蒸蒸铁骨 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 一直到淡尽粮绝 城池失陷 严氏父子率领军民 与叛军展开巷战 战斗中 叛军俘虏了严济明 并以此威逼 严岛清投降 先是劝响 许军 拿他儿子当人之 你不投降 我就杀你儿子 就在这种情况下 燕口清 坚持不二 就是不投降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 把严济明乱刀砍死 在这场战役中 老街居民血染城池 誓死不详 死伤 净达数万人 而严氏一门 殉难在叛军屠刀之下的 就有三十多人 著名书法家严真卿 听到这个消息后 悲痛欲绝 严真卿派人到真丁战场 搜集他严氏的骨骸 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 严济明的一个头鲁骨 他看了这个头鲁骨以后 心情非常悲愤 非常悲愤 为了祭奠这个侄子 写了一篇文章 一门中烈 满指悲愤 严真卿挥笔如刀 写下了这篇字字弃血的记文 记录下了这个复献子死 朝清乱腹的去欲成人之事 笔墨流淌间 把周易凛然之气 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腥之中 如今 记录文稿的真迹 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老街人把这部作品 雕刻在子龙广场的石壁之上 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 大多由此开始 铁化银钩的磨血中 顶天立地的蒸蒸风骨 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今年不息的乎托河水 写作了历史的烟尘与往事 也见证了古城的繁荣与兴衰 一托乎托河码头 正定老街在唐代就有了繁华的事 宋代商贸御家兴隆 成为二十一大商部之一 元朝时 西域人来自京商 老街的城中木骨中 又多了清脆的驼铃 和悠扬的胡琴生 明清时期 在老街区居住的人口超过十万 瓦寺 汽台 酒家 茶馆 无所不包 有着天下之巨峻 四方之都会的美誉 在老街的南端 是著名的广汇寺 这里保存着一座造型精美的华塔 在老街人的心目当中 实践于辽津时期的华塔 不仅是一座佛教圣地 更是一座英雄的封碑 广汇寺的华塔 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 这座塔造型最奇特 装饰最华美 历史 海寿 佛像等艺术造型 精美绝伦 1933年 著名建筑大师 1947年 在解放镇定的战役中 最激烈的异常战斗 就发生在华塔附近 当时 敌人占据了华塔 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如果采用炮机 可以轻而易举将敌人殲灭 但是千年古塔也会毁于一旦 权衡得失后 四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 果断命令 改用轻武器进攻 只可杀敌 不能回塔 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 战斗变得异常艰苦 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赵生明 不幸被敌人击中 壮烈牺牲 年近三十岁 如今 塔身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 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 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 1984年 在赵生明烈士牺牲的地方 竖起一块纪念碑 今年已经75岁的王志民 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烈士必学习杀我使徒 头抛黄扑习买入中骨 烈士一气虚通我使命 烈烈使命习习入中魂 警神力量是无穷的 它不是人贵有一点警神吗 一个城市 一个街道 也有一种警神 这种中一警神 就是正定孤称之婚 这个老节之婚 这么说一句吧 这座孤称 这座老节 从中一警神焦度上说 可以断成起这样的城市 终朝日月 亦不云天 华塔无言 却见证历史 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 战口洗礼 如今的华塔 仍静静地 注立在老街上 成立一种精神象征 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 每一个人 战争的硝烟散尽 褪去西日军事重镇的喧嚣 正定迎来了 真正安定祥和的岁月 大人们悠闲地坐在店铺前 观景闲聊 老机往事 娓娓到来 百年老店 马家卤鸡 干家烧卖 香气扑鼻 引来不少人围观品尝 千年古运 就在这炊烟灶火中 悠然飘荡 闲暇时光 老街人喜欢去龙兴寺 古寺里的精美建筑 壁画和雕塑 堪称中环一绝 大碑队中 一尊高达21.3米的铜柱牵手观音 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最高最大的铜柱观音造像 但在20世纪80年代 由于年久失修 包括大碑阁在内的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修上文物 迫在眉睫 当时 县领导找到作家贾大山 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长一职 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 贾大山的家就在老街上 虽然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是每逢节假日 他的学生和同事还会经常到家里 看望他的妻子和老母亲 翻开一张张已经略微放黄的手稿 往事历历在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正是贾大山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他的小说《曲经》 刚刚荣获中国首届短篇小书奖 要接任文化局长 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 就必然会牺牲掉自己的文学创作 一德一失间 贾大山有了抉择 他从这儿在古城长大 在这门长大 他把它争取根性 还有根性 还有血脉 给能古城这门武 这门一切的 自己严谨要爱护这门武 整理这门武 为了让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 让家乡的文化得以延续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长一职 在他看来 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 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事更为重要 1984年春节 本应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却正是贾大山最紧张 最揪心的时刻 当时龙兴寺的修复 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 他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 整个过年期间 和宫人们一起守在宫地 九年的文化局长 每年春节 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 无论是天宁寺的灵霄塔 开园寺的钟楼 还是林祭寺的成灵塔 无不尽透着它 辛老奔走的汗水 1997年 贾大山鸡老乘籍因病离世 在和平年代 我们同样需要慷慨忠义的精神 当国家和民族需要我们的时候 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 不管路途多么遥远 不管事情多么难办 它都会做到劈竿力胆 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 这就是一种为国尽忠 为民尽责的精神 这种精神 就是当代慷慨忠义精神的体现 随后几年间 更多的老街人 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 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 为了修复南城墙 他们自发捐下了数千块古城砖 为了阳河楼的原址重建 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2001年修上完毕的开源寺历史 文化街区 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的老街古朴而又不失活力 漫步在三华里长的历史文化街区 看不到高楼大厦 满眼都是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 来到这里心会一下子静下来 融入其中会有一种难得的闲适感 我身后这座刚刚修缮好的阳河楼 就是当地人 茶余饭后最喜欢来的休闲场所 一带到正经看一看 看一看九楼四塔八大四 还有二十四座金牌坊 九楼之首是阳河楼 阳河楼重建重修更辉煌 这就是正经古城的老地坊 老街在一座城 就不会因为失去记忆而变得苍白 如今开源自历史文化街区 成为了正定人追忆老时光的好去处 早起上班的人们 穿过老街时 都会在早点摊前停下脚步 咬一碗热气腾腾的老豆腐 再配一个刚出锅的钢炉烧饼 虽然简单 却是地道的正定出位 这一天 生活在北京的赵济海赵济阳 回到了家乡祭拜仙人 生长在这座 中朝日月一泊云天的正定城 无数青年人都心怀精忠报国的理想 1937年 赵济海和赵济阳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 与数千名年轻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荣马一生的岁月里 老人们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 最大心愿就是我要把我战争年代的那些事 我一定要写下来 让你们铭记那段历史 牢记那段历史 为了完成父辈的嘱托 2015年 赵济海赵济阳等六位正定级抗战老兵的后代 从自己的积蓄中 每人拿出几万元 在家乡设立精忠报国新活相传基金 让每一个有志于保卫祖国的参军青年 都能得到几千元的家庭补贴 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精忠报国是我内心 古词里边的一个情节 为卑不敢忘忧国 就是想让这种心火相传的精神 一代一代的 用我们手中精忠报国的接力棒 去永远地延续下去 为我们的民族强大 国家富强而努力 正定老街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 那些前辈先人中意千古的动人传说 在今天已经成为 支撑镇定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从2011年开始 在保护古城的同时 一座低碳 生态 智慧的现代化新城 在老街一侧拔地而起 新旧两座城遥相呼应 一座写满了历史的沧桑 一座写满了未来的希望 一条三华里的老街 连接着正定城的历史和未来 虽然现在早已远离了战火的硝烟 但老街人的这份血性和中意 从来没有改变 慷慨中意的精神 在新的历史时期 又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 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血脉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新火相传 生生不息